上节课我们主要是回顾了一下上上就是上上节的知识点 然后又给大家讲了一个留底退税 如果对于留底退税不是很清楚的同学 你可以回头把上节课回方补一下 因为我看见有刚来的 对吧 我们还没到上课时间呢 我先落两句 对 有卡的同学清换一下线路 所以说我刚才看见有好几个同学是刚来的 刚来的 如果你对于留底退税这块不清楚 你把咱们第一节课内容回头你补一下 补一下应该会非常清楚了 然后呢 我们下节课我们要讲这个特定企业了 特定企业会 怎么说呢 我先说两句 废话这块可以剪掉 一会正式上课了可以剪掉 好的 那特定企业 特别难 特别难啊 不管你是学CPA也好 还是学事务师也好 它都是一个巨难的知识点 但是 但是什么 你如果你能跟着我的思路走 你如果能积极的跟上我的这个频率 你会觉得特过瘾 就学这个知识点会非常的过瘾 它虽然难啊 虽然非常绕啊 就规定特别的复杂 但是你学会了之后 因为我在 讲CPA学法的时候 我讲到这个知识点 讲完之后 大家就一个感受爽 过瘾 就是这种感觉 它比学那些简单的知识点更有意思 对吧 一些简单规定听起来非常枯燥 非常无味 但这种知识 就好像你在做那种奥数题 对你把这个奥数题做会了 你会觉得啊 好过瘾 就这种感觉 所以说一定要集中精力去跟 一定要集中精力去跟 不影响 留底退税影响加季不 留底退税不影响呀 你当期的进向税额是多少 你就加季多少 对吧 它也不是一回事 咱们不是在加季的时候 不考虑上期留底的吗 完全不考虑上期留底 咱们只考虑当期能底的进向 不是说了 对不对 咱们在计算的时候 没有考虑过留底的这件事 可以放弃这块 听我的 绝对不可以 我下节课跟你讲出口退税 你说听不懂放弃 允许 这个绝对不允许 没得商量 必须会 必须会 来 我开始上课了啊 抗拒奥数 来 跟着我这个 我是小学的时候 我是没有去参加奥数竞赛 我要是参加了 现在不在这儿跟你们讲课了 啊 就是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一个数学家 对吧 小时候梦想当一个数学家 来 跟着这个会计 不是税法老师 学奥数 好 让你体会到数学的魅力 好吧 认真学啊 认真学 不可以放弃 我开始开始 正式开始上课 好 咱们这节课呢 就开始带着大家来攀阅 咱们整个增值税的一个巅峰了 特定企业交易行为的增值税政策 好吧 那它为什么难呢 为什么难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咱们会引入一部分新知识 是你们在之前没有听过的 预讲 我们会有预讲 对吧 我们一起 之前一直在讲的是 一般级税的税额怎么算呀 减一级税的税额怎么算呀 那都是我们在去向事务局申报的时候的事 今天这节课会引入一个预缴的概念 另外第二个难的 就引入预缴概念之后呢 你就会有一个预争率 就是在我们已经非常复杂的税率和征收率的基础之上 又多了一个预争率 多了一个预争率 第二难在哪 我们这节课要讲的所有的业务 预缴申报 它都会涉及到一个到底是用差额还是用全额的概念 总共有多少种情形 来我先给你翻到最后 你看一下 最后有个非常大的表 是我临时给大家加的啊 先别着急啊 别着急 我一定要翻到最后给大家看看多少种情形 快了 怎么这么多 在这 每一行你都得知道用全额还是差额 多少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十一种 加上预缴加上申报 对吧 二十二种情形 每一种情形 你都得知道我是用全额 我还是用差额 对吧 你得知道我的预争率是多少 我的税率是多少 我的征收率是多少 所以我说它难是有原因的 是有原因的 那这个知识点没有口诀 你是绝对记不住的 对不对 所以说我给大家编了口诀 所以说不用着急啊 你一定要把我的口诀给背下来 欲争 这块占几分 崩溃 不要崩溃 不要崩溃 你悬完之后 你就真的 你能记得特别清楚 你绝对不会忘的啊 记忆压力 背诵压力都不大 关键是我在讲的时候 你会觉得稍显痛苦啊 跟上就行 好来 我们给大家说这个事啊 就是让你们看了一下 大概看了一下这个知识点在讲什么 在讲 怎么预讲 怎么申报 对吧 怎么预讲 怎么申报 那难点就在于第一 确定差额和全额 比较容易混淆 第二 就是你的税率预征率和征收率 比较容易混淆 所以说只要解决了差额全额的问题 只要解决了税率 征收率和预征率的问题 你这个块你就拿下了就拿下了啊解决这两块一个是到底用全额还是差额一个是税率征收率和预充率分分别适用多少 只有这两个难点 只有这两个难点说来说去就这两个难点好思路清晰了之后开始来 开始来 先带着大家来填这个表你们书上有但是不许给我看书不许看书这个时候就要转动你的大脑跟我一起来回忆了你不能每次做题你都翻书吧 所以说这一块呢考试也不会给你提供呀考试是翻不了书的 所以说跟我一起来回忆咱们一起把这个表先填一填好不好 见不见房一般我的跟指甲老师的太一样啊来来开始填这个表 好吧 首先呢预征率这一行你们不用填啊 预征率这两行大家不填 跟我一起来填这个征收率和税率这两行你会填吧 会填吧 我们总共有四类行业啊 我们今天这个特定的行业总共就四类啊 一个是建筑一个是不动产的租赁一个是不动产的转让一个是房企 四类 四类来跟我一起回忆 先来填第一行减易计税方法下的征收率建筑是多少 建筑是多少 建筑减易征税 三对哎呦太棒了 你们太棒了 你们这些学生真的比我带过的其他学生都好带为啥 我之前带别的学生我问这一行的时候好多人给我说五的 好多人给我说五的 所以说建筑是三千万别忘了那下面呢下面就都是五了对吧下面是跟不动产相关的转让和出租是不是都是五了 都是五了哎刚才那个没有人说五太棒了还这个咱们填完了 对不对填完了好再来填税率 税率是不是更好填了 税率是多少 税率全部都是九 对不对 税率更好填了建筑也是九呀 对吧 郊游建计店不动产 都是九呀 非常好填吧 太棒了填完了 填完了接着预征率 好 注意第一件事是什么 简易征税的预征率就是征收率 超过来就行 三 五 五 还房企不能超 房企不能超 前面的直接给我超过来 前面的征收率就是预征率 预征率就是征收率 一模一样 那接着呢 一般集税的预征率 先给我学今天晚上的第一句口诀 二件 五转 房租三 这是今天晚上第一句口诀啊 先给我背下来 二件五转房租三 多背几遍你就会了 二件五转房租三 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一般计税下的预征率 一般计税下的预征率 件是二 租是多少 租是三 不动产转让是多少 转是五 二件五转 房企呢 也是三 房和租都是三 好 那房和租都是三 这个房也是三 注意了啊 这个房也是三 来我把这个三 我把这个三给你写成红色的 因为只有它是比较特殊的 二件五转房租三 会了吧 去搞房地产行业 反正咱们考试是肯定会有啊一项业务或者两项业务是涉及到这个的啊肯定是会考的肯定是会考的的虽然峰值不高吧但是你绝对能拿到百分之百能拿到那CPA考试因为它有综合的大题吗他他经常会有非常多的业务是跟他相关的啊所以说这块你得学会而且到后面咱们不是还要学土增那土增也是卖房子他也会用到这块知识点所以说你这块知识点学不会可能到土增那儿 哎又会有是个坎尽量是在这几刻把它搞定二件五转房租三 这个表填完了哈填完了好 现在呢税率征收率和预征务率的问题已经搞定 那就剩差额和全额了吧 咱们一会把差额全额搞定了哎你整个知识点你就全部通了 预征率都会了啊都会了我又过了啊好吧 二件五转房租三好二三五抓报子 大家有自己的口诀也可以啊但是我觉得我的也挺好用的好吧 好咱们呢会预征率了之后呢 接着咱们就把这四项业务展开的一个一个的来给大家说怎么预角怎么申报 其实申报呢在前面讲的时候你都会了申报是老知识 对吧我们一般计算方法下怎么来去做申报呀 简易计算方法下怎么来做申报呀 我们在前面讲一般计算方法和简易计算方法的时候都给大家说过了 但是这节课呢因为又引入了预角 所以说我们会把预角跟申报对比着一起再来学习 好吧先来说建筑 建筑 建筑需要预角说一块 那他只有跨线市了才预角 注意啊跨线市也就是假如说我这个企业我是在A市我的机构在A市那我去B市去C市提供建筑了才需要预角 如果是在同一地没有跨线市对吧 哎你是不预角的 不预角的你只有异地了才预角 所以说咱们预角是有一个异地预角的规定来那我接着翻到前面来跟你说这四项业务 建筑租赁不动产的转让都是在异地欲角在回到自己的机构所在地来申报 他为什么要这样呢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要平衡一个地域差异 你在人家你是A市的 你跑到B市你去搞建筑 对吧 那B市的当地的政府也想要这一部分税款呀 咱们增值税是五五分 还记得吧 增值税中央地方五五分 所以说你爱交到哪哪个地方可以自己留下来50% 这是当地政府一个非常重要的财政收入呀 所以说哎你在人家外地搞建筑 你在外地把你的房子出租了 哎你把外地的不动产你给卖了 那当地政府呢也想分一杯羹 所以说你需要在当地进行一个预角 对吧需要在当地进行一个预角 你把税款先留在当地回到你自己的机构所在地 你再来进行申报 好吧这是平衡地域差异 但是房企不一样啊 房企的预角是为啥呢 大家都买房了吧 一看你们都是有房一组有车一组 对吧都买房了 那现在卖房子卖的都是七房对吧 我现在我先交了钱啊 两三年才能拿到房子 所以说现在的房子都是一个预收款的方式在卖啊 我们交的都是一个预就是要么你是给了这个首付 要么是给了定金 无论如何现在的房企都是在预收 预收 预收 那你收了钱了 对吧 我们就想争你的税 所以说他是为了平衡一个时间差异 他现在已经收了钱了 房子还没对外卖呢 先把钱就收上来了 那税务机关说收了钱就得交税啊 那针对他提前收到的预收款要进行一个预缴 所以说你看见没 咱们把房企单独拎出来了 单独拎出来 就因为他平衡的是一个时间差异 他的预缴平衡的是一个时间差 而前面三个平衡的是一个地域差 对吧 平衡的是一个地域差 所以你先知道为什么要预缴 为什么要预缴 知道完了之后 你就知道了建筑是一地域角 好吧 一地域角 同地同级的就不用预缴 这是第一个规定 第二规定呢 其他个人都不用预缴 其他个人不管是搞建筑 还是卖房子 还是租房子 都不用预缴 其他个人是谁 你我他 咱们这点能犯得起多大浪花呀 对吧 就对其他个人就简易管理了啊 其他个人都无需预缴 好 这几项业务都是的 你就知道了啊 知道了 那咱们开始讲了 对啊 是2%呀 二建五转房租3呀 对 来 好好 开始讲建筑怎么预缴 怎么申报了 那记第二句口诀 刚才第一句口诀是什么 二建五转房租3 对吧 现在第二句口诀 建筑简易用叉叉 建筑一般用叉权 建筑简易 我后面有口诀的总结啊 你可以现在不用瞅 后面我会发给大家的 今天下课之后 我会单独额外的发一份资料给你们 好吧 建筑简易用叉叉 因为这节课我给大家补充了很多讲义 你们的书上没有 我会把所有补充的这些讲义补充的这些例题 单独整理成一个文档 下去发给你们啊 不用着急啊 建筑简易用叉叉 建筑一般用叉权 来 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个口诀 这个口诀的第一个叉 指的是预角 第二个叉指的是申报 我后面所有的口诀都是这种格式 你就知道了 我第一个说的是预角时候是差额还是权额 我第二个说的是申报的时候 说的是用的是差额还是权额 好吧 我就是在给你解决差额权额的问题 那跟我一起来看建筑建筑简易用叉叉 它的意思是我们简易积税方法下提供建筑服务 预角用的是差额 申报用的也是差额 建筑一般用差权 它的意思是我们在一般计税方法下提供建筑服务 预角用的是差额 申报用的是权额 好吧所以说建筑简易用叉叉 建筑一般用叉权 跟我一起来看公式 这是预角 预角是不是都是叉呀 预这里是不是都是叉 都是一个差额的概念 对吧 都是一个差额的概念 那接着呢 二建五转房租三 说的是一般计税方法的预征率 所以说一般计税方法先用差额确定 确定完之后用税率做价税分离 一般计税方法税率9% 用税率做完价税分离之后乘以2%的预征率 因为二建五转房租三 对吧 二建五转房租三 哎呦 简易计税方法下 说错了 一般计税方法下 预征率是2 税率是9 差额除以1加9%乘以2% 来我们把这个公式简写一下 太长了 你看起来头疼 差额除以1加9%先价税分离 再乘以咱们的预征率 一般计税方法的预角公式就出来了 差额扣啥 扣的是分包款 好 建筑这儿的差额扣的是分包款 简易计税呢 同样是差额 它的征收率和预征率都是3% 所以说你这里除的是1加3% 乘的是3% 好吧 对 差额除的是1加3% 乘的也是3% 这是预角 回忆一下申报 来后面这个表 后面这个是申报 申报呢 咱们其实前面已经学过了 对吧 但是这节课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新知识来学 建筑简易用叉叉 建筑一般用叉权 来 根据这两个口诀跟我一起来看公式 这节课主要是学公式啊 这节课咱们非常多的公式 建筑简易 这是简易 用叉额 前面是一个叉额 对吧 后面也是一个叉额 看到没 建筑一般用叉权 前面这里是叉额 你再看后面 全部价款加外费用 直接做的加税分离 用的是一个全额 对吧 用的是一个全额 是不是 那好 这块能看懂吧 3% 甲工工程 轻包工 等一下我还没跟你说呢 还没说到那呢 好 现在先把公式先解释清楚啊 公式先解释清楚 现在 申报的公式和预角的公式 我们一起来写一遍 一起来写一遍 一起来写一遍 你在你的纸上写 你在你的纸上写 好吧 在你的纸上写 预角的时候 用叉额 预角 简易用叉额 预角是 叉额 简易啊 除以1加3% 乘以3% 对不对 一般呢 叉额 除以 我这个除号好好写啊 别写成加了 除以 1加9% 乘以 什么 乘以2% 为啥呢 二建 五转 房租 3 乘的是一个2% 这是预角公式 我们写出来了 跟我一起写申报公式 建筑简易用叉叉 叉额 除以 征收率 1加3% 乘以3% 对吧 申报的时候呢 一般技术方法 全额 除以 1加9% 用的是税率啊 乘什么 乘的也是税率 这是申报 申报就用正常的税率 能写出来吧 第几页 这页你们没有 这页我补充的 你们没有 我一会儿我下课发给你们啊 因为我发现 我这样对比之后呢 你会更清楚 所以说临时补充的表格 你们没有 来我把这擦了 这四个公式 有没有同学不知道的 写不出来的 有没有 我讲慢一点 不能 不能 哪一块不知道 差额全额 记公式 不是记口诀 差额 全额 后面的征收率和预征率 带着你们过过了 简易继税方法 找征收率 建筑的征收率是3% 这里全是走的3% 一般继税 税率是9% 预征率是2% 价税分离用税率 算税用预征率 申报的时候 全是走的税率 9% 好吧 会了没 写不出来 简易 简易继税 征收率 就是预征率 预征率 就是征收率 简易继税的公式 全部都是一样的 简易继税 你所有的 预角和身贸的公式 都是一样的 好 这是规律 我本来不想这么早 就告诉你们的 我本来想全部讲完再说的 会了 好 会了 好吧 来 会了没 一定要 我再讲慢一点 不管一般还是简易 预角都是差额 对呀 你看 建筑简易用叉叉 建筑一般用叉权 预角的时候 看见没 都是叉 看见没 都是叉 但是申报的时候呢 建筑用的是叉 不是 简易用的是叉 一般用的是权 你 你现在计叉权 我给你解释一下 为啥 你稍微听听原因 听完原因之后呢 你还是要被口诀 为什么 建筑 一般的时候 去申报 用的是权额 为什么 为什么不能用插额 因为 他减的这个分包款 能够去抵镜像 能够去抵镜像 我们前面 已经讲过这个知识点了 咱们说了 扣额不扣税 扣税不扣额 他既然这个分包款 去抵了镜像 现在就不能 从他的销售额中扣掉 我们在讲前面 插额计税的时候 还记得我 那个口诀是啥吧 金融代行 旅客建房 劳务派遣不动产 我是不是给大家讲过 这个差额计税的口诀 金融代行 旅客建房 劳务派遣不动产 我说了 建 只有简易计税方法下 你才用差额 一般计税用的是全额 这是咱们在讲 差额计税时候的 一个老知识点 对吧 只不过现在 我全部放在一起就反应不过来了 想起来了 有镜像 好 来慢一点 再给我写一遍 拿出你的笔和纸 别嫌我啰嗦 会的同学也别嫌我啰嗦 多写几遍 你印象更深刻 我当年学这个知识点的时候 写了不下30遍啊 好吧 来再写一遍 建筑简易用叉叉 首先你的销售额 用的是差额 这是预角啊 咱们先写预角 再写申报 以后每 每一种情况都是 先写预角 再写申报 我们用的是差额 差额 你后面该除了 你除的时候 简易 找征收率 征收率是三 除个一加3% 乘个3% 能写出来吧 这个公式 能写出来啊 接着申报 申报依然是差额 依然是除以 一加3% 乘的依然是3% 所有简易 继续方法下 预角公式和申报公式 都是一样的 一会儿你就会发现了 都是一样的 接着一般的 会写了啊 会写了 来 建筑一般用差权 预角的时候 还是找差额 除的是什么 一般计税方法下 是要用税率 来做价税分离 前面除的这个数 是价税分离啊 前面除的这个 是价税分离 对吧 简易计税方法 你用征收率 做价税分离 一般计税方法 咱是不是得用税率 做价税分离啊 所以说除的是一个 一加9% 乘以预征率 现在是不是在写 预角公式 预角公式的预征率 二键五转房租三 键是二 键是二 你乘的是个二 对吧 这预角公式就完事了 接着写申报公式 申报公式是拿全额 来 全额 除什么呀 除的是一个 一加9%吗 税率吗 乘什么呀 乘的还是一个9%呀 税率呀 申报呀 正常走税率 正常去申报 现在会了哈 搞定了哈 那接着呢 接着注意了 你预角时候的税款 可以在申报时被减掉 你要是不减 你是不是就重复征税了 对不对 所以说预角的税款 可以在申报的时候被减掉 你在那地儿交完了 回到你这地儿 你就不用再交一遍了 知道什么意思吧 好 这个建筑的来建筑的 搞定没 OK了 会了给我扣个1 实在还没反应过来的同学 下去自己再琢磨一下 好吧 建筑的我就到这儿了啊 到这儿了来 对吧 你取得的这个分包款 你减完之后 你是复数的 复数的当期就不用去交税了啊 截转到下次预角时继续去扣 这个就无所谓了 这个不用看了 那你们后边那个提示一大堆 三和四给我掠掉 我给你直接掠了 不用看 为啥 因为今年绝对不可能在这儿出题 虽然说教材依然收录了这个规定 但是三和四说的是小规模纳税人的规定 小规模纳税人今年不是有免税政策吗 所以说在这儿呢 我们都不适用了这个提示 你不用看了 不用看 好吧 你只要会公事就可以 会公事就可以 那另外这个征收管理证 有可能会出一道单选或者多选 就是说咱们在扣分包款的时候 咱们差额扣的是分包款 我们扣分包款的时候 不能说扣多少就扣多少 你得给我提供凭证 什么凭证呀 你签的这些合同 对吧 还有你的发票 你得给我看一眼 我才让你扣 就大概就是这个规定 好吧 提供哪些凭证 跟发包方签的合同呀 跟分包方签的合同呀 分包方给你的发票呀 你只要有这三个凭证 就能扣分包款 这规定不重要 不重要啊 然后呢 然后后面的规定就是 我们预缴的税款 抵减不完了 可以继续放在下期再抵 反正你预缴的这一部分税款 是能去抵你 回到机构所在地申报时候 你是可以去进行抵扣的 我们不让你重复交税 好吧 然后小规模纳税人 如果自己开不了发票 可以找税务机关带开 好吧 你就知道就行了 来 做一道题就会了 做一道题就会了 建筑企业是增值税的 一般纳税人 位于A市 然后他跑到B市 去提供建筑服务了 异地 搞建筑 得预缴 对吧 含税收入218万 支付分包款 专票金额50万 税额4.5万 用一般计税方法 问你要不要预缴 怎么预缴 建筑一般用差权 要预缴 怎么预缴 用差额来预缴 对吧 但是注意 差额 你用什么减什么 用你的全部的含税收入 218 减去分包款 注意了 减的这个分包款 必须也是含税的 你必须拿含税收入 减含税收入 两个都含税 减出来 才能做价税分离 对吧 你得减封包款 但是你能减50吗 你不能 你得减啥 你得减50 加上4.5 你两个都得是一个含税收入 那注意了 咱们考了这么多年 每年考的都是含税收入 没有考过不含税收入的 所以说不要说老师如果不含税 是不是不用做价税分离了 对 如果不含税 是不用做价税分离 但是我们没有考过 没有考过 咱们就不要再格外的去 寄那个不含税的了 我们就按这个公式来寄 教材也是按照这个公式写的 好吧 这么多年考都是含税收入 那我们就拿含税收入 减含税分包款 差额 来 差额减完之后 预角 先用税率做价税分离 价税分离完之后 乘以2%的预征率 因为是一般计税方法吗 二键五转房租三 你的预角税额就算出来了 预角税额就算出来了 好 你看 是吧 减去它 然后 差额 税 价税分离乘以 乘以 预征率 3万i算出来了 特别棒啊 特别棒 这道题呢 你们书上有 你都会算 好吧 那我也不说啥了 一会儿我补充的例题 你们书上都没有 如果你们依然会算 那我相信你们是真学会了 我后面会有很多的补充例题啊 好 那这个 再来做一道吧 再来做一道 他还是一般纳税人 位于A市 对吧 提供 甲工工程的建筑服务 对 刚才那个同学提到的一个问题 建筑服务不是有简易 来 有一般吗 一般就是一方法 谁用啊 一般计税方法 一般纳税人用 只有他能用 对不对 简易计税方法 谁用呀 简易计税方法 小规模纳税人能用 除此之外 甲工工程 轻包工 记得那个口诀 不记得 小规模 甲工工程 轻包工 一般纳税人提供建筑服务 如果是甲工工程和轻包工 咱们也能走简易 所以说一般纳税人的 甲工工程 轻包工 也能走简易 对不对 一般计税方法 只有一般纳税人能用 简易计税方法下呢 小规模纳税人能用 一般纳税人的 甲工工程和轻包工 也能用 你看这道题 它就是一个甲工工程 所以说 它可以选择 简易计税 对吧 可以选择 简易计税 那好 我们接着来看啊 它提供了 甲工工程 含税收入218 对吧 支付分包款 含税金额 554.5 用的是简易 怎么来预角 怎么来预角 建筑简易用叉叉 还是找叉额 218 减54.5 简易继续找征收率 征收率是3 除以 除以一个1加3% 乘以一个3% 这就是我们预角的税额 申报也是这个公式 其实啊 预角税额 预角税额 4.76 好 搞定了啊 建筑我搞定了啊 好吧 建筑咱们搞定了 建筑搞定了 这这个命题角度不用看了 都给大家说过了 都给大家说过了 接着是转让不动产 转让不动产 是四类业务里面最复杂的 为什么 咱们刚才建筑是不是就分两种情况 要么你是简易 要么你是一般 但是这里 要分四种情况 除了要区分简易还是一般之外 你还得分 它是自建的 它还是非自建的 啥是自建 啥是非自建 就是说呀 你现在 你卖的这个房子 你是自己盖的 还是你从外边买的 或者是外边得来的 啊 只要不是你自己盖的 都属于非自建 自建 跟非自建的规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它更复杂 知道不 它更复杂 来 那 另外给大家先提示一点 这里讲的转让不动产 指的是非房企 非房企 因为咱们房企是不是单拎出来了呀 房企单拎出来了啊 咱们这里讲的是非房企 非房企转让不动产 才适用这个规定 那其他个人是无需预缴的 你知道 好 我把那个口诀写在这儿了啊 写在这儿了 哦 你看又分为这 这很多种情况啊 现在我把预缴和申报的 都放在一起对比了 来我们看看这 这么复杂的情况下怎么办 先来看第一个口诀 预征都是五个点 不分 非房企转让不动产 不区分减易还是一般 预征都是五个点 什么意思 来看预缴公式 预缴公式 减易计税 一般计税 除的都是一加5% 减易计税 一般计税 除的都是一加5% 一般计税 并没有用税率作加税分离 并没有用税率 为什么 非常奇怪是不是 为什么 这个是因为咱们18年之前 大家可能干过实务的就知道 那时候咱们税务局分啥呀 咱们是不是分地税和国税 是吧 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啊 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 解释完了 原因不需要知道 光记这个5就行 好吧 以前是分地税和国税 那咱们增值税的 纳税人的信息在哪登记呀 在国税局登记 纳税人的身份信息 哎你到底是一般纳税人呀 你还是小规模纳税人呀 谁掌握这个信息 国税局 国税局掌握这个信息 那咱预缴的时候 在哪预缴呀 在地税局 所以说 你在地税局预缴的时候呀 他不知道你是一般纳税人 还是小规模纳税人 他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 计税方法 对吧 对于地税局的税务机关来说 太复杂了 他搞不定 所以咱们就想了一个办法 全部按5%预缴 不区分一般和简易了 全部按的是5%预缴 这就是为了税务局 好征税呗 没办法啊 所以说历史遗留 历史遗留 很烦啊 没事 会搞定的 会搞定的 所以说来 预缴都是五个点 你知道 这里没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税率征收率 对吧 这里都是五 这里都是五 都是五 现在这个 你先给我记住啊 这个是要额外记忆的 那其实也不凡为啥 全书 全书就这一块 你在一般计税方法 你 你的销售额 你去做价税分离的时候 你没有用税率 整本书 就这一个地方 一般计税 没有用税率 做价税分离 就这一个地方 咱肯定能记住的 其他的都是用的税率 做价税分离 就这一个地方没有 好额外记一下就行了 记住了 记住了 看我第二句口诀 外来减易用叉叉 外来一般用叉权 字件都是权 字件都是权 先来说外来的 非字件就是外来 外来的 它不是你自己盖的 它是外来的 外来减易用叉叉 看见没 这里 是一个叉额吧 这里有个减 拿你的全部价款 减去不动产的原价 或者作价 这不是外来的吗 外来的就是当初从外边来的 那当初从外边来的时候 这个不动产 如果是你买来的 就是你的购置原价 如果是你通过别的方式 比如说 哎 别人送给你的 或者别人呢 抵债抵给你的 那你取得时的作价是多少 哎 我们减这个 就是减这个不动产原来的价值 拿你现在的转让收入 减去它原来的一个价值 用这个插额 外来减易用叉叉 插额预叫插额申报 对吧 外来一般用插权 插额预叫全额申报 对吧 插额预叫全额申报 那好 字件都是权 字件这里没有插额 全部都是全额 全部都是全额 好吧 一点也不烦 来 跟我一起写公式 跟我一起写公知 我们先把口诀写在这 要不然我们不会写 预角 没有口诀真的公式写不出来啊 预角都是五个点 来 都是 五个点 这节课一定要耐着性子 好吧 一定要跟我一起耐着性子 然后呢 外来 简易 我直接把这个外来简易写在下面 咱们直接写公式 来 外来 简易 用叉叉啊 用 叉 叉 口诀很好背 一会儿我把全部的口诀写完之后 咱们一起背一下啊 外来一般用插权 外来 一般 用 叉 权 字件都是权啊 字件都是权 好 字件 都是权 好来 写 写公式了 先写预角 再写申报 咱们每次都这么写 好吧 你们以后写公式也是先写预角 再写申报 预角怎么写 外来简易 预角是差额 所以说我们要拿差额来除什么呀 除一 预角都是五个点二 预角都是五个点啊 除的是一加 百分之五 乘的还是百分之五 那好 这是简易计数 简易计数 申报公式跟预角公式是一样的 你再给我抄一点 还是差额 对吧 还是差额 还是用的 还是用的百分之五的征收率 对不对 看见没 第一个是不是写出来了呀 这个会写吧 这个会写啊 第二个 外来一般用的是差额 所以说我们预角的时候用的也是一个差额 对吧 但是这里唯一特殊的是一般计数 你也除的是一加百分之五 你并不是除的一加百分之九 这是额外需要关注的一个点 好吧 然后你成的还是一个百分之五 因为二件五转房租三嘛 其实你就记预角都是五个点也行 这里 这里都是用的百分之五 申报的时候呢 申报的时候是全额 全额怎么办呀 除的是一个一加百分之九 哎这个时候就得用税率了 正常申报啊 正常用税率去申报啊 拿的是全额除一加百分之九 乘以百分之九 能写出来好吧 能写出来啊 好的来 接着字件都是权 字件都是权 非常简单啊 你先把这四个权 都写在这 对吧 没有差额都是权 都是权 哎 预征的时候都是五个点 你看除的都是一加百分之五 乘的也是百分之五 预角都是五个点啊 预角的时候都是五个点 好 你给我写 好 后面呢 简易 简易 先写简易的 简易还是用的五 因为简易的征收率是五 对吧 除一加百分之五 乘以百分之五 谢谢谢谢这个哈哈 然后喝水 对吧 后面是没事 我就是生怕你们那个啊 就是很烦 这块我也很烦 没办法 这里一般的时候出的是九 其实很好写 对吧 你慢慢的就会越写越顺 越写越顺了 你得动手写 要不我说你别看我一个人在这表演 大家一定要跟我一起来 要不然我讲完之后 你一点感觉都没有 但是你能自己写出来的话 你就非常有感觉了 啊 你就不烦了 会写了吧 会写了啊 会写了 那我这页翻 翻掉了哈 翻掉了 翻掉了之后咱们来看 他这个表 这个表就非常简单了 对吧 预角都是用的差额 除的都是5% 自建的时候都是用的全额 除的也是5% 那后面的申报公式呢 哎 外来 非自建 外来 简易 这里是差额 这里是全额 对吧 自建 这里都是全额 对吧 其实这个表还不如我刚才带你书里的那一边了 我刚才带你书里边 咱们手写的那边更清楚 下去自己写一下 自己写一下 那好 那这个提示不用看啊 同样的说你抵免不完的 你的预角税款可以去抵减你申报时候 抵不完的可以节转到下期继续抵 每一项业务都有这个规定 好吧 那好 来 我这里说了 营业税时代的规定 统一用的是5%做加税分离 非常特殊需要单独记忆 主要是这个5%难 其他都不难 好 做题 补充立体 给大家补充了一道立体 这道立体你们书上没有 所以说这道立体呢 你想看答案 你想看答案也看不了 来 增值税一般大省人2021年2月转让位于外省某市的两个写字楼 一个A一个B 写字楼A 2016年3月抵债取得 抵债取得是外来还是自建 外来 对吧 盈改增钱取得 看到没 2016年3月 盈改增钱取得 一般纳税人 盈改增钱取得的不动产 现在卖 是不是能走简易 属于老项目 对不对 写字楼B 3月自建取得 一个是外来的 一个是自建的 两个都用的是简易技术方法 问你怎么来预缴 对 补缴 补缴 补缴的话 其实就不用补缴了 一会你一算就知道了 问你怎么来预缴 外来简易 用叉叉 自建 都是全 先来看这个外来的 简易 咱们是用的叉叉 所以说 你要拿你转让价款 四百八减去你当时原先的作价三百 用的是差额 四百八减三百 减完之后你怎么预缴 你除的是一个一加百分之五 对吧 你成的还是个百分之五 其实你申报时候依然是这个公式 依然是这个公式 那你拿申报的公式减预缴的公式 其实你补缴的税款就是零了 会算吧 四百八减三百除以 对 特别棒 这个星星啊 大家都写出来了 郭峰仙 还有这个 肩末 那个字是不知道念错没有 这就是咱一个预缴的公式 那这个是自建的 自建都是全 自建都是全 你是不是只用这四百八 你不能减这三百 你自建 我管你当初自建 你是多少钱 我们都不看的 我们不看的 我们就拿全额四百八除以 我的除号老是喜欢连笔 加上百分之五 乘以百分之五 你看外来的是差额预缴 自建的是全额预缴 自建都是全 看看答案 写字楼A 外来的 虽说是差额 对吧 你补缴的时候 其实就是零 因为你简易继续方法下 申报的公式和预缴的公式 都是这个公式 你申报时候 你是不是还是四百八减三百 哎 你除以一个一加百分之五 你乘以一个百分之五 好家伙 你再减去预缴的 你看 你再减去预缴的 其实就是零 不用补税了 不用补税了 对 下个也是一样 下个是全额 下个是自建的 自建的你就得用全额了 对吧 那你也不用补税 因为你 你去申报的时候 也是啊 自建都是全 还是拿全额 除以一加百分之五 乘以百分之五 对吧 我再减去预缴的 又等于零 好 会了啊 会了 口诀非常赞 对 必须是口诀 必须上口诀 那 来 假如说 改了 怎么改了 不是简易积税了 是一般积税了 怎么办 现在不是了 现在是一般了 还是这俩公式 你发现没 还是这俩公式 预缴的公式一模一样 对不对 因为呢 预缴都是五个点 不管是简易还是一般都是五个点 外来一般用差全 预缴时候呢 一般积税方法 外来的 还是差额 对吧 还是差额 外来一般用差全嘛 预缴还是差额嘛 对吧 简去三百 还是五个点 因为呀 不动产的转让 预缴都是五个点 还是五个点 那我这个呢 这个字件 字件都是全 用的是全额 还是五个点 所以说我如果换成一般 它预缴公式 跟简易的预缴公式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知道了吧 只不过申报公式不一样 来 难度升级 我把这擦了 假如说我这里换成一般了 来 这两个的申报公式怎么写 申报公式啊 我后面也没写 申报公式 外来一般用差权 申报时候得用权额 那你申报时候 你外来的也得用权额 四百八 外来一般用差权 申报用权额 除什么 除以一加百分之九 注意啊 成什么 成的是百分之九 对不对 这是你一般计税 申报时候用的是权额 用的是税率 下面这个呢 一样的 字件都是权 同样是用的权额 除什么 除一加百分之九 成什么 成的也是个百分之九 都会了 是吧 只要有口诀 你公式就能写出来 只要公式能写出来 他怎么跟你出计算题 你套口诀 写公式 好吧 套口诀写公式 这个 过啊 过啊 过 然后说一个特殊的 个人转让住房 跟你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因为家里好几套房子 对吧 都等着卖呢 怎么卖 更省 更省钱 少交税 对吧 你们个税也会雪 啊 我们卖房子 满五为一 免个税 我们卖房子 个人卖自己的房子 是免土增的 个人卖住房 免土增 满五为一 免个税 那满两年呢 看到没 满两年 啊 不是在这 上面是 大于等于两年 免增值税 啊 这是个人卖房子 其实有很多税收优惠的啊 申报时候还在捡玉角 对 申报时候 你 哎 对 这个同学非常棒 这个同学是谁 巴库 我刚才给大家写的 这两个申报公式 这算的是啥 来 同志们 宝宝们 这算的是肖像 你别给我搞错了啊 这算的是肖像 一般积税 这可算的是肖像 不是你的英纳 如果你有镜像的话 你照样去抵镜像 对吧 抵完镜像还能捡你玉角 对吧 所以说别搞错了啊 咱们一般积税算出来的是肖像 对吧 时刻谨记 这两个公式是肖像公式 非常棒 非常棒 忘记点 所以说来 接着说这个个人卖住房 个人卖住房 咱们考试 倒考的不多啊 但是你们自己卖房子的时候 注意一下啊 如果你的房子 大约等于两年了 你就可以免征增值税了 如果你的房子 还不够两年 怎么办呢 不够两年的话 你是全额 按照5%去交税 对不对 就是跟咱们正常的 不动产的转让 不动产的转让 对吧 小规模大税人 检验技术方法是保持一致的 全额 5%去交税 全额啊 全额啊 那满两年了就得免税 但是对于北上广深的非普通住房 即使大于两年也不免 怎么办 差额5%去征税 这个表我也不给你解释太多了啊 对于北上广深 这几个大城市 对于他们的房子的管控力度更强 对吧 如果是北上广深的非普通住房 大于两年也不免 是差额寄税 那其他的呢 是不到两年的时候 是全额寄税 好 你就记这个就行了 不看了 来做一道题 针对这个政策做一道题 张某卖了一套住房 张某卖了一套住房 对吧 这个房子啥时候买的呀 这个房子是2020年的3月买的 2021年的7月就卖了 一年零四个月差不多是 是 差不多是一年零四个月 对吧 那这个时候不够两年 不够两年 全额5%去交税 卖了多少 460 全额5%去交税 后面呢 勾进时的房价呀 交到手续费7税呀 通通不能扣 通通不能扣 460 除以1加5% 乘以5% 全额交税完事 谁让你的房子不够两年就卖呢 倒房卖房炒房 不允许 对吧 就会这个就行了 这个政策比咱们刚才讲的那个 重要程度低太多了 对吧 咱们税务是税务是谁给个人做筹划呀 咱们都是跟大企业做筹划的 所以说把钱人那个掌握就可以了 我后面还有更凡的规定呢 等一下啊 咱们前面是不是在讲到 简易计税 申报的时候用差额 预缴的时候 咱们外来的也是用的差额 这个差额扣的是啥还记得吧 扣的是你不动产 原来买的时候的那个原价 对吧 或者你当初取得时的一个作家 那你扣的时候你得有票 看到没 非自建的也就是外来的 外来要用差额纳税 预缴和简易申报的时候 要用差额 差额扣的是原来购置的原价 或者是取得时的作家 那你扣的时候呢 你得有发票 你如果说没有发票呢 怎么办 如果有弃税的积税凭证 也能扣 但是契税的积税凭证扣的时候就比较复杂 我都不敢讲了 我生怕你们烦 契税的积税凭证 你们还没学契税呢 来我告诉你 契税怎么算 契税怎么算啊 我真的 我都有点害怕你们又烦了 契税 契税 等于 计税依据乘以契税税率 对吧 咱们所有的税都是拿计税依据乘以税率算出来的 契税也不例外 但是这个计税依据是啥呀 这个计税依据来注意了啊 注意了 盈改增钱 盈改增钱 你的契税的积税依据 是一个含营业税的一个数 就你当初你买房子 那时候交的是营业税 不动产不动产 在盈改增钱是交营业税的 所以说契税的依据 积税依据在盈改增钱 是一个含营业税的数 因为营业税是一个家内税啊 其实你们对营业税就非常不了解 含营业税的金额 在盈改增后 是一个不含增值税的金额 我这个是点讲完之后 咱们再下课啊 忍一忍 是一个不含增值税的金额 好 注意啊 你先把这个概念搞清楚 那个公式你才能看懂 不含增值税的金额 所以说盈改增钱是含着营业税的 盈改增之后是不含增值税的 那原先的营业税 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增值税 对吧 原先的营业税 是不是相当于现在的增值税 那好 来 你来看这个公式 如果是盈改增钱 你交期税的 那你这个计税依据是不是含税价 你现在你卖房子的这个也是个含税价 两个都是含税价 减完之后还是个含税价 所以说我们先减完之后再去做加税分离 看到没 但是如果是你盈改增之后 你买的房子 现在你卖了 对吧 那你 你的这个计税的计税依据是一个不含税金额 他就不需要再去做加税分离了 他不需要做加税分离了 你只把你现在的这个卖价 含着增值税的 是单单的把它自己做一个加税分离 做完加税分离 这不是一个不含税价了 对吧 那我计税的计税金额也是一个不含税价 两个不含税价 一箱减 还是一个不含税价 对吧 所以说我们是先加税分离完之后再减 听懂了吧 对 所以说盈改增前的呢 你得先减再加税分离 盈改增后的呢 你是先做完加税分离之后再减 对不对 这公式的区别就在这 同样有例题 这个例题你不做了 不做了 你只要知道这个规定就行了 这个规定考的概率比较小 比较小 万一真考到了 就是给你出个客观题让你去判断 他是先减还是怎么样 你能判断出来就行了 这个例题我回头下去发给你们 你们自己做 我有解析啊 我有解析 不做了 因为我怕他大家就是太累了 做题再多 做不做 做不做 做一下 做不做 做一下吧 很简单啊 很简单 只不过是到底是先减量还是先加税分离的问题 做一下吧 来 小规模纳税人 2月 卖 A和B A是盈改增前买的 盈改增前买的 那这个契税的积税积税依据这个300万是一个含税价 现在卖的也是一个含税价 你怎么办呀 你得拿480减去300 他俩都是含税价 减完之后再做价税分离 这盈改增前买的啊 来 然后是盈改增之后买的 6月 6月是盈改增扣了 这个时候的这个价啊 是一个不含税价 他不用做价税分离了 所以说你只要把480 这个转让价款 对吧 价税合计金额480 他自己先做一个价税分离 做完价税分离之后再减300 减完300之后 咱们再乘一个5% 对吧 这是外来的需要插额纳税 不是需要减吗 搞定了啊 搞定了 搞定了 你看一个是先减再价税分离 一个是先价税分离再减 好再减 那后面这个4不用看了啊 这后面的我都给大家说过了啊 不用看了啊 好 不用看了 明白了 特别棒 特别棒 下课休息一会儿 下课休息一会儿 如果不想休息的同学呢 怎么办 你把这个不动产转让 我之前带着你写的那4个公式 8个公式 对 8个公式 你自己写一下 为什么是8个公式呢 往前翻一翻 下课休息的时候可以自己写一下啊 为什么是8个公式呢 因为要区分是外来的还是自建的 还要区分是一般还是简易 还要分是预缴还是申报 所以说总共是有8个公式 是不是8个 12345678 对 把这8公式如果能写出来的话就特别棒啊 特别棒 我最后还会总的带大家再写一遍的 好 我们下课休息一会儿